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明星叹爆料了陈思成夜会两门女的新闻 引起网友热议 随后 官把网友爆料 称陈思成早就出轨了 在2015年8月 陈思成与一名沈阳女子在酒店共度一夜 陈思成还送给女生一个卡迪亚的手镯和普拉达的包 原2015年陈思成在曼谷拍戏时 该女子带着妈妈来到曼谷 两人趁拍戏空荡入竹筒酒店密会 而且保密工作座 贼很隐蔽 网友还晒出两人合影 原随后 问摩琪琪被爆出是该事件两位女主角之一 女方大颜值嫩 眉腿细长 与威敏有些像像 还曾出演过西游记之女儿国 原陈思成聊天记录 女主大尺度言语挑逗现场画面 令人唏嘘从女方ID名称 为小琪琪的大世界的微博中可以看出 女方常善出自己的生活 召合个人心情 有趣的是就在2016年10月 她还曾发文说自己 永远不能成为第三者 要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原陈思成聊天记录 女主大尺度言语挑逗现场画面 令人唏嘘在前不久 佟丽娅的好姐妹杨幂老公刘凯威 到出出轨门时 琪琪也发文谈及了自己的看法 觉得出轨的男人多到很正常 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原官把爆料全文 大家好 我是at保安张德江 今天下午 陈思成出轨的新闻 又上头条了 我们小张看了之后 完全不惊讶 我们网站里有呀 今天从邮箱里 翻出来一个关于 他出轨的爆料给大家看看啊 是这样的老公 陈思成早就出轨了 虽然可以说是朋友 这个料希望你们加以修饰吧 8月中旬 2015年 那女的生日陈让她去北京 威斯丁大酒店等她 这女的沈阳的 属于公交车吧 什么都干 在沈阳比较有名 以前跟过WSC 陈也是沈阳人 所以认识并不难 生日当天陈拍完戏会来晚上 很晚就去酒店会合了 送了一个卡蒂亚的手桌 和普拉达的包 照片都有 那女的本身有男友 开宾里 找了个借口到北京 所以当晚他们一起吃的饭 陈还时刻提醒千万不要拍照 在饭桌上 陈也挺傻逼的 说了很多同利亚很私密的事 此事绝对千真万确 陈前段时间 2015年 应该去曼谷拍个戏 让这女的在同个酒店入住 这女的去曼谷 还带着他妈 其他 也经常趁拍戏空荡 入住同酒店密会 保密工作做得很隐蔽 因为小老婆比较信任 你实在看不得渣男 没事秀恩爱去 骗粉丝把图片奉上 我只是给你报个信 希望你认真和识 尽快搜集更多尘 沾花惹草的证据 最近在忙啥 刘翔大方秀恩爱 在陪太太 北京时间1月15日晚 CCTV体坛风云人物颁奖盛典 将在水立方举行 已经加入总评评委的 刘翔帅气亮相 作为05-06年 体坛风云人物最佳获得者 刘翔大方秀起恩爱 直言不会说最近在陪太太 在接受采访问及最近在忙什么时 刘翔大方秀起恩爱 最近在陪太太 说起自己的太太 刘翔一脸甜蜜 他们也在不久前在海岛拍摄了婚纱照 至于婚妻的问题 刘翔并未给出确切时间 曾经是风云人物加男获得者 而现在则是一名总评评委 刘翔对于今年最佳 投给谁进行了保密 甚至还开玩笑道 希望自己能拿奖 之后 刘翔补充道 每一个人都很棒 来这里主要不是拿奖 就是一个体育的盛会 谈及退役后自己的重心时 刘翔坦元是青少年体育 公益事业以及家里难位 而对于电视台评论嘉宾的火 刘翔表 是 对田径可以 其他项目还是需要认真学习 精力还是要放在青少年体育 和未来的冬奥会上 心体 则边 歪歪范冰冰 婚礼最重要是旁边的人 李晨很完美 新浪娱乐讯 据台湾媒体报道 范冰冰 微博 与李晨 微博 日前再度合体受访 对于感情观 婚姻大事等明星敏感的话题 都来者不拒 范冰冰平时亮相总自带气场 提到理想中的婚礼 她少了小女生的幻想 反而着重实际面 重要是旁边的人 据某杂志报道 范冰冰不同于其他女明星 面对恋情的保密与小心翼翼 她不必会在镜头前撩起 感情 大方与男友李晨一同受访 提起在2016年有许多艺人陆续完婚 包括林心如 微博 舒淇 微博 等人 小两口的终身大事 也成为粉丝最关心的事情 男方说我觉得应该是我们 也有时间才行 需要一段准备时间 他也还没答应 对工作尽心尽力的放冰冰 也说的先把工作忙完才行 然而两人都是大忙人 看来婚起还得再等一等了 那么这对明星情侣当 在彼此眼里是怎么看待对方呢 李晨 范冰冰深情对望 她说女友品格好是优点 但处女做性格要求完美 势必恭亲 一个剧组上上下下 跟她没关系 但她也要过问 什么都扛 有时候把自己弄得太累 太辛苦了 范冰冰则觉得男友是个正直 完美的人 没有什么缺点 但画风一转开启对方玩笑 知对方唯一不足的地方 是眉毛太淡了 至于女孩都曾憧憬过的婚礼 范冰冰坦言 每个女孩小时候应该都有过 想象 但随着年龄慢慢长大 会逐渐分清楚现实与梦幻 对她来说 婚礼最重要的不是裙子够不够长 有没有皇冠 场地够不够梦幻 在哪里举行 重要是旁边的人 是不是你最喜欢的 我们是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婚 范冰冰说我是个一定会因为爱情 而结婚的人 只要人对了 很多条件都变得不是最重要 初到20年来拍过无数作品的 她认为就算婚礼在梦幻 也比如上戏里的场景 生活还是要脚踏实地 两个人拉起手来 范冰冰在华府 精致的妆容底下 藏了一颗期待乐队的人 步入婚姻殿堂的真心 虽然在平凡不过 却说出了婚姻的真谛不是条件 而是两个人脚踏实地 真诚相爱 则编巴尼 是两个人脚踏实地 嗨 是一颜半窖的 云 很难说 坐在这边 其实是一颗都 儿闭在好 天员 这种地方 她捍得了 要是一颗都 也 说 我